内地继续严格限制各类课外补习 最新要求严厉打击住家教师 内地传媒日前报道 说在相减政策之下 有住家教师以身家证明义 即是负责小朋友的教育问题 不用做家务 月薪可以达到2万元人民币 教育部印发通知 说现在部分地方出现学科类 培训转入地下 或者逃避监管等的问题 包括一些正照不存的机构和个人 以家政服务、住家教师等名义 违规展开学科类培训 在住宅、酒店、咖啡厅等场所 展开一对一、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 当局要求要对这些违规行为 依法依规查处 又说各地政府可以成立专家委员会 识别这类的违规行为